老猫再次回归联盟 瞧上了韩森的儿子 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儿子被盯上的韩森 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总算把罗海棠身上的修罗器完全打碎清楚 保住了罗海棠一条命 但是从此世间也在无大罗杀神 罗海棠倒也过大 直接把飞天经给了韩森 让韩森随意处置 韩森虽然对于飞天经没什么想法 不过这是不解决 对于寒言来说终究是一个麻烦 所以就打算要去一趟修罗族 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而且也想知道 是什么关系 在罗家住了几天 还没有等韩森准备启程回去 宝雀说要进庇护所 韩森问他为什么 他说是那只葫芦成熟了 要去看那只葫芦 韩森不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不能进庇护所 就去传送庄镇那里试了试 竟然还真的进去 来到了第四庇护所的一个一灵神殿的传送镇内 看起来应该是随机进来的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才刚走出传送镇 就有两只一生物凶神恶煞地扑过来 韩森只是随手一挥 就把那两只一生物打飞了出去 贴在墙上半天才掉下来 整个庇护所内的一生物都瑟瑟发抖 哪里还赶过来送死 韩森抓了一只会说人话的一生物 打听清楚了这是什么地方 这才带着宝向地下世界而去 韩森也没有去屠杀那些一生物 杀戮他们对于韩森已经无意 当是资源留给后人吧 宝说那葫芦已经成熟了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十有八九不会有错 韩森也想看看 那葫芦里面到底有什么 一路上全力飞行 直直地向着地下世界的方向而去 怕暗灵十足已经把那葫芦给整着了 韩森把身上的气息微微散发出去 就令路上的一生物和一灵根本不敢冒头 一路无惊无险地来到了地下世界 先去面具庇护所看了灵妹 可是灵妹却不在庇护所内 那条黑白王蛇也不在 叫了一只一生物来问 说是回暗灵庇护所 韩森便不犹豫 向着暗灵庇护所而去 暗灵十足在藤原之中正暗自发愁 最近一段时间 那只葫芦光芒大方 似是九天神针一般 把整个暗灵庇护所都给照得通亮 内中生机无限 几乎像是一口生命泉水式 不断地散发出勃勃生机 令整个暗灵庇护所 乃至地下世界的各种生物都为之疯涨 许多自制稍好一点的一生物 都出现了晋级的情况 很多基因植物也因此变异 暗灵一族从中得到的好处最多 原本这是一件好事 有这么一件宝贝子 暗灵一族的辉煌指日可待 可是错就错在暗灵始祖 没有办法把那葫芦从藤上面摘下 也遮挡不住他散发的生机 没过几天时间 这消息就被传了出去 引来了许多恐怖的强者道 其中顾法与他一样 都是始祖籍的强者 暗灵始祖虽然不愿意 把自己守了那么多年的宝物语言分析 可是来的强者实在太多 他又摘不下葫芦 只能被动守着 若是医药战 只怕暗灵一族必受大难 权衡再三 暗灵始祖与那些恐怖生物约走三章 让他们进入到暗灵庇护所之内 去摘那葫芦 若是他们能够摘得走 葫芦就送他们 若是摘不走 那就请他们回去 不许再为难暗灵一族 事情倒也和暗灵始祖想的差不多 那些始祖和他一样 虽然用尽了方法 可是谁也摘不走那葫芦 原本暗灵始祖还暗自欣喜 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谁知道邪兽始祖和清语始祖等几位始祖 居然联合起来要霸占暗灵庇护所 邪兽 清语 你们还要不要礼 我们有约在先 你们摘不下葫芦就要离开 现在还想要霸占我暗灵庇护所 难道你们就不顾百族盟约了吗 暗灵始祖强压着心中的怒 清语始祖微微一笑 百族盟约自然是要守 我们也没有要抢你的庇护所 只是决定与你共享罢了 你若是不喜欢与我们同住 大可以搬出去吗 无耻 暗灵始祖身边的灵妹儿 气恼地骂了一句 清语始祖目光一领 挥手间打出一道羽箭 向着灵妹儿飞射而去 同时冷哼 我与你家始祖说话 哪里有你这小肥说话的粉 暗灵始祖心中一惊 挡在了灵妹儿身前 把那羽箭打碎怒道 清语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欺你又如何 今日就把话说明了 你们暗灵一族立刻滚蛋 否则就全留在这里 给宝贝当肥料了 邪兽始祖却是连样子也懒得装 身上邪气中意 目光在一众暗灵族子弟身上来回扫尸 似要责人而是一般 暗灵一族皆是大怒 可是看到数位不逊色于 暗灵始祖的始祖及强者在此 却是敢怒不敢言 都是一脸愤怒地瞪着邪兽始祖他们 暗灵始祖脸色阴晴不定 要他放弃暗灵一族经营了那么久的庇护所 又要失去守了那么多年的宝贝 这种打击谁也受不了 可是如果不走 暗灵一族除了他以外 只怕今天就要尽数覆灭于此 咬了咬牙 暗灵始祖看了看身边的灵妹等后辈子孙 几乎是从牙缝里面挤出了三个字 我们走 暗灵一族的成员皆是大惊 不必再说什么 我们走 暗灵始祖几乎把牙咬碎 如果是他一个人 拼也就拼了 可是为了暗灵一族不被灭族 他又不能不走 这就对了吗 暗灵你果然是知行实趣之人 心与始祖也遇到 暗灵始祖不理会他们的冷嘲热乎 命令暗灵一族撤离了暗灵地护所 临走之时 最后看了一眼那藤上的葫芦 心中感慨万千 各种滋味浸在心头 却是说不明白 暗灵一族带着屈辱撤离了暗灵地护所 连暗灵始祖自己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自百族大战之后 暗灵一族就没有离开过地下世界 这么大一族人 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安身立命 暗灵始祖太憋屈了 一大族群被人硬生生赶出自己的庇护 可为了族群又不得不妥协 正字走着 却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引快速而来 那气息之恐怖 令暗灵始祖都是心中一惊 惊弃 灵妹看到韩森却是心中一喜 他虽然早已经知道韩森的身份 不过却并没有在意那么多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韩森有些疑惑地问道 暗灵始祖听灵妹一讲 也知道了来者是谁 神色古怪地说道 一言难尽 灵妹立刻气愤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韩森听完之后看向暗灵始祖 始祖 你们先暂时到面具庇护所暂走 等我把那些家伙收拾了 你们再回暗灵庇护所也不迟 我们和你一去对付那些坏蛋 灵妹挥舞着小拳头 那倒不用 你们还是去面具庇护所暂时等待吧 韩森想了想还是拒绝 有灵妹在 他也不好明目张胆地下手去摘闹葫芦 劝走了暗灵始祖 韩森就带着绑向暗灵庇护所而去 葫芦还没有被摘下来 对他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 老祖 那人的话真的能信吗 一个暗灵族的后辈问暗灵始祖 那人深不可测 你们以后若是遇上他 万万不可无理 暗灵始祖神色严肃地叮嘱自己的后辈子弟 说完之后 暗灵始祖吩咐他们先去面具庇护所等待 自己则悄悄地返回了暗灵庇护所附近 韩森原本还想着怎么出手去夺葫芦 虽说葫芦要夺 可是也不好太过让灵妹伤心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 倒是让他省去了许多麻烦 那些始祖籍的强者 在如今的韩森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宝一脸期待地望着暗灵庇护所的方向 如同潮汐般的生机自庇护所中涌出 令地下世界的生物都为之大幅度进化 韩森虽然还没有看到葫芦现在是什么样 却也知道那葫芦果然非常小 不是普通之物 邪兽始祖等人正在围观那个葫芦 庇护所是站下来的 可是葫芦却依然摘不下来 坚硬地难以想象 别说是葫芦本身了 一位始祖籍的强准权力一击 连葫芦上面的藤蔓都没有能够伤及分好 清语 你的剑是最多鬼 可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吗 邪兽始祖看向清语始祖问道 清语始祖沉淫了一下 不知这是什么宝贝 不过肯定不是第四庇护所之物 也许是上层流落下来的宝贝 暗灵那老家伙守了那么多年 现在便宜了我 不过摘不下来 终归是有些难以放心 看来要想个什么办 把他摘下来才行 几位始祖正自商议之时 却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旁边竟然多出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铠甲 看不出长什么模样 肩膀上面坐着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女孩 此时正站在那葫芦前面 再仔细地打烊葫芦 邪兽他们都是又惊又怒 身上气息爆发 就要出手把他们毁灭 可是还没有等他们出手 就见天空之中金粒如雨落下 一枚没精力落下来 庇护所每个生物的身上都落了一枚 连邪兽和清语这般的始祖级强者 也没有能够躲开金粒雨 被一枚金粒贴在了头顶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所有生物都被镇压在地上 连几位始祖级强者也不例外 四肢大张地趴在地上 无论他们怎么挣扎 却连战都站不起 而韩僧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 目光依然盯着那葫芦在打亮 在远处偷偷观望的暗铃始祖 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大扁 他早已经知道精力很强 可是万万想不到 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邪兽始祖和清语始祖 任何一个都不比他弱 再加上其他几位始祖 其实力之强 恐怕整个第四庇护所 都难以找出几股势力 能够与之抗衡 可是韩僧却根本没有看他们一眼 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就把他们全部镇压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您是精力大人吗 邪兽始祖慌万地叫了起来 我们不知是精力大人在此 还请大人恕罪 其他几个始祖 听到精力之名 也是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从此以后 不许你们踏足地下世界伴谷 否则必当灭族 韩僧没有看他们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邪兽始祖等人 只感觉身上的压力消失不见 连忙起身行李 发誓有生之年 绝不敢再踏入地下世界伴谷 伴客也不敢停留 带着各自的人马 离开了暗邻庇护所 他们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韩僧并不愿意多做杀戮 庇护所内的生灵 都走光了之后 韩僧心念一动 以洞悬气场停蔽了 整个庇护所 才放开了早已经 按捺不住的宝 宝欢呼一声 飞身跳过去 落在藤蔓之上 一把抱住了 那个金金一般的葫芦 原本刀剑南伤的金金葫芦 被宝抱住之后 竟然自动从藤蔓上面 脱落了下来 被宝抱在了怀里 此物果然与宝 有某种特殊关系 韩僧看得惊讶 他已经听灵妹儿 和暗灵师祖说过 葫芦怎么砍都难伤好 那里面不会是宝的兄弟姐妹吧 要是再生出一个宝来 那就真的热闹了 韩僧看着那葫芦暗醒 可突然 宝抱着的金金葫芦顶端 喷涌出丝丝光滑 似是点燃的烟花一般 烟霞似泉水一般从中涌出 生机几乎如同真龙一般 自烟霞之中垂落 还有阵阵范音鲜月从中传出 韩僧凝视着那葫芦 心中固有的有些震惊 葫芦中喷波而出的力量之强 连它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在那诸多异象之中 竟然一滴血液缓缓飞出 那血液如同泪珠 晶莹剔透如同金色的水晶铸旧 内中有金霞和异光流准 随着那滴金色血液从中飞出 诸多异象渐渐收敛 被宝捧在手中的金金葫芦却变得灰白 刹内将化为飞灰 被风一吹就全部飘散而去 金色血液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落在了宝的额头之上 刹内间渗透了进去 只在眉心留下了一个金色的小原点 宝小小的身体悬在空中 一点金色在它的眉心扩散 把它白嫩的小身体 染成了一种奇异的金色 整个人就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 那金色光滑之中蕴含的生机 实在太过浓郁 就连韩森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 全身都被无穷的生命精气所包 感受到宝吸收葫芦外溢能量的好处 韩森心中一动 运转起血脉命神经 吸收宝散发出的生命精气 血脉命神经在磅礴的生命精气之中 一次次地不断推上高峰 令韩森血液越来越沸腾 生命好像都被点燃了一样 化为血液笼罩了韩森的全身 随后渐渐形成了一件红色的战甲 韩森已经有了咒语基因战甲形成的经验 很是轻车熟路 慢慢地运转血脉命神经 令那基因战甲在身体之外凝聚成形 没有意外 血色基因战甲凝聚成功 正当韩森想熟悉新的基因战甲时 那血色基因战甲却突然再次扭曲变化 从战甲形态再次发生了变化 二次进化 韩森心中一喜 继续运转血脉命神经 等待接下来的变化 现在韩森终于可以开始期待 他会以什么样的基因武装晋升为贵族 基因战甲在韩森的身体之上融化 化为血色的液体 当韩森以为这些血色液体 要重新凝聚为基因武装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那些血色液体却向他的身体内渗了进去 一种化 韩森脸色一变 事情似乎向着一个不可预知的方向在变化 基因战甲的二次进化有两个方向 一种是进化为基因武装 另一种是与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融合产生基因一变 从而进化为一种 现在这种情况 很明显是属于后者 韩森可不想变成那些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可已经由不得韩森选择 基因战甲所化的血色液体 竟然直接渗入了血管之内 与韩森原本的血液融在一起 韩森原本已经沸腾的血液 瞬间像是炸开了一样 在韩森的血管之中噼里啪啦的分裂变化 身子像是被一寸寸给炸成了粉末一样 韩森忍受不住仰天咆哮出声 很快受到血液一变的影响 韩森背后的九令血猫图案竟然亮了起来 闪烁着奇异的红光 随着血液的一变 纹身上的血色竟然也渐渐地融入了血液之中 参与到了血液的突变当中 韩森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好是坏 但是血液的一变却更加的激烈 痛苦也更加的剧烈 韩森只感觉脑子和全身的血肉骨头都不停地爆炸 可是偏偏身体并没有被毁灭掉 似是韩森这般意志坚韧 求生欲极强的人 此时也有种恨不能身体直接炸掉算了的想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种痛苦才渐渐到缓解 韩森已经如同烂泥一般瘫在地上 整个人都有些麻木了 他连那痛苦到底什么时候完全消失的都不知道 过了好久 意识才逐渐与身体重合 让韩森有了些反应 模模糊糊看到宝就在他眼前 一脸焦急和关切地看着他 小手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和头发 还在不断地呼唤着声 韩森脏白的眼睛艰难地转了转 努力让自己清醒一点 终于听到了一点声音 那声音非常熟悉 正是宝的声音 韩森想要开口说话 可是却感觉嗓子疼得利了 像是被沙纸打磨过一样 发出的声音比抽烟喝酒80年的老人还要杀眼 随着时间的流逝 韩森的身体逐渐恢复 各种感觉也渐渐回来 韩森检视身体 发现身上到处都是撕裂的伤口 像是有人拿着刀子在他身上割出了无数的口子似的 可是非常古怪 那些口子却完全没有鲜血流出来 伤口上面连一滴血都没有 可以看到伤口处干净如羊枝白玉般的脂肪 韩森在内视自己的身体内部 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血管内所有的血液都已经凝固成了精致 如同红宝石一般 心脏和血管都已经停止了运转 不是他们不想运转 而是里面全部都堵满了 红水晶一般的固态血液 根本没有办法运转 韩森并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 身体还在慢慢地好准 那些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片刻之间 身上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伤痕 我变成一种骂 韩森握了我拳头 那种力量爆棚的感觉非常美妙 不过心中并没有杀戮的欲念 相反还感觉到了一种奇异的力量 韩森正想要仔细去感觉那奇异的力量 宝却跳到了韩森怀里 打断了他的思绪 抱着宝 韩森仔细打了他 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 依然和以前一样 身上除了眉心那个金色的小点之外 也没有多什么东西 宝 你是不是胖了一点 韩森感觉手上的分量好像有点不对 宝比以前好像重了一点 要知道宝跟着韩森这么近 他的身体从未改变过 对于他的身体变化 韩森自然非常敏感 把宝放下来仔细看 发现宝好像比之前长高了一 大概有两厘厘的样子 虽然不多 但是确实长高了 你终于要长大了吗 韩森欣喜万分 虽然宝一直这样也挺好 但是少了一份看着他长大的喜悦 如果真的能够长大 韩森自然是更加高兴 可以长大了 宝看着自己的身体 似乎一脸的疑惑 看起来他自己也不是很懂 韩森看了看那株圣藤 原本盘踞于整个地下世界的圣藤 如今已经全部枯死 彻底没了生机 无路自然早就已经没有了 除此之外地下世界倒也没有别的改变 带着宝离开了暗灵地护所 把暗灵始祖他们叫了 让暗灵一族得以回归暗灵地护所 不好意思 那株圣藤被我毁掉了 你们若是不嫌弃的 这个就当是补偿吧 韩森拿了几块以前收集的 生命基因精华给暗灵始祖 暗灵始祖却没有收下 只是笑道 那个货根没了也好 以前是我太过想当然了 经过这次之后才明白 拿不走的好东西 那就是要命的东西 如果他还在的话 我还真不敢让暗灵一族继续留在这里 韩森知道暗灵始祖说的是实话 真有那么一个宝贝在这里 暗灵庇护所真的要永无宁日 没了圣藤 对于暗灵庇护所来说 反而是一种解脱 告别了暗灵族组长后 韩森利用暗灵庇护所的传送回到了联盟 刚回到 韩森便想先去花园看看自己的儿子 可是人还没有到 脸色却突然一变 身体瞬间到了花园之内 只见小花坐在花园的秋千上面乱 而他的肩膀上面还趴着一只血色小兽 老猫 你干什么 韩森脸色有些难看 老猫竟然跑到了小花身边 让韩森感觉很不好 老猫拎起眼睛黑黑一笑 对韩森说了一声 老朋友 不用那么担心 我们是朋友 我不会害你 我只是想要借你儿子养几年 等他长大了再还给你 韩森二话不说 身体破开的空间 全力冲向了小花和老猫 可是没有等到韩森冲到地方 就只见红光一闪 老猫和小花瞬间消失不见 仿佛被那红光吞噬了一般 老猫 你个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 韩森大怒 可是那里早已经没有了 老猫和小花的影子 基燕然几乎晕过去 韩森连忙抱住他安慰 放心 那家伙真想要伤害小花的话 就不会等到现在 也不用和我们说那么多废话 他没有暗中把小花带走 就是想告诉我们 他不会伤害小花 小花他真的会没事吗 基燕然泪眼婆娑 还是十分担心 肯定没事 放心吧 我这就想办法出去把小花找回来 韩森恨恨地说道 老猫那个混蛋 我不会放过他的 刚才老猫化为血光盾走之时 韩森感觉到了 有些熟悉的力量波动 那波动与他在使用血液力量时 感觉到的虚空波动是一样的 现在韩森才算是明白 原来虚空中的力量波动 是传送离开庇护所的通道啊 韩森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修炼了血脉命神经的缘故 还是吸收了九命血猫纹身的缘故 如果猜想的没有错 现在他和老猫一样 也能够随时离开庇护所 韩森和纪嫣然他们告别之后 就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弟子 就想尝试着使用那股力量试试看 能不能穿梭去和老猫相同的弟子 运转血脉命神经之后 身体内的血液逐渐融化 对于虚空中那股力量的感应也越来越清晰 等血液全部融化后 那股虚空力量顿时降临在他身上 韩森只感觉像是走进了传送阵一般 一眨眼的功夫 眼前的景物就全变了 正是韩森之前传送回到庇护所的那个洗手间 洗手间与韩森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不过现在却多了一样东西 准确地说 一个凯特女人正在提裤子 女人看到突然出现的韩森 顿时呆住 整整呛呛一秒钟之后 才尖叫出声 韩森连忙冲上去 捂住了女人的嘴巴 把女人按在了洗手间的墙上 蓝色蓝警官别叫 是我 韩森突然失踪 桥那边可是乱了套 现在魔术师战队就指着韩森翻身了 韩森却突然消失 桥都快要疾风了 如果不是确定韩森没有出现在飞精集团 那边 乔和蓝色甚至都要怀疑 蓝色就是飞精集团 故意给他们布的一个局 他们一直在找韩森 蓝色一直没有放弃 经过多方调查 查到有一个类似于 韩森的人在附近出现了 并且进了这个洗手间之后 就没有人再看到他出现 所以蓝色就来这里现场调查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线索没有发现 倒是忍不住解决了一下生理问题 可是这边裤子还没有提上呢 就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自己身后 虽然看到了韩森的模样 不过胸部之下还是张嘴就要叫 现在被韩森捂着嘴 蓝色叫不出来 慢慢冷静了一点 我放开你 你不要叫 我不是故意的 之前我以为这里没有人 所以才 韩森说着慢慢放开了捂着蓝色 小嘴的手 蓝色瞪了韩森一眼 膝盖狠狠顶向了韩森的裤裆 蓝色自然躲了开 可是这要躲 蓝色没有台阶下 回头还要麻烦 索性就装作躲不开 被蓝色撞了一下 韩森一种化厚的身体强度大幅度提升 这一撞被他没啥影响 不过韩森还是装出痛不欲生的模样 五只裤裆转了几圈 蓝色把裤子提上 整理了一下服装 这才又没好气地瞪了韩森一眼 不要装了 你这些天去哪里了 知不知道桥都快要担心死了 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 突然遇到了一些事情 不得不先去解决一下 真是对不住 我现在就回去 韩森说着就 往外走 蓝色拉住他 白了他一眼 我送你回去 免得你又消失不见 韩森也不反抗 老老实实地坐着蓝色的车回桥的家 那力量果然能够让我离开庇护所 可是传送出来怎么会是这里 不知道老猫那个混蛋 带着小花传送去了哪里 韩森的心思都在小花的事情上 现在不知道老猫在哪里 就算他传送出来也没有用 蓝色带着韩森回到桥家里 韩森根本解释不清楚 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只得不做解释 胡乱地搪塞了过去 韩森不肯说 乔和蓝色自然也没有办 不过韩森总算是回来了 倒是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现在已经是晚上 乔让韩森先休息一晚 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消息 明天就带韩森一起出任务猎杀一准 韩森回到自己住的房间 再次运转血脉命神经 因为他发现自己还是能够感应到那股力量的存在 想要试试看 是不是也能够从外界传送回到庇护所 他记得老猫本身应该是不行了 否则老猫也不会一直在庇护所内压制力量 最后一不小心还是被传送了出去 随着血液的融化 虚空中的那股力量波动也越来越强烈 和他在庇护所内使用的时候一模一样 韩森心念一动 虚空中的力量再次降临 韩森发现自己竟然又传送回到了庇护所内 正是他之前传送出去的位置 居然真的可能 这样我岂不是就能够自由穿梭于庇护所和外界 韩森心中一喜 可是转念一想 这对于寻找小花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还是不知道小花在哪里 在庇护所内肯定是找不到小花 所以韩森再次使用那股力量 打算传送到庇护所外再想办法 刚刚让那股力量降临 宝却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跳进了韩森怀里 韩森来不及停止 那股力量降临下来 顿时就 把韩森又传送出了庇护所 韩森出现在乔家的房间之内 而且怀里还多了一个宝 韩森连忙检查宝的身体 发现宝身上一点伤也没有 这才放下心来 这种力量还能够带人出来 这倒是十分方便 韩森心中暗自盘算 要怎么利用这种能力 人类想要从大纪念心意那边冲出去 几乎没有可能性 但是有了这个快捷通道 那就不一样了 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冒险 与此同时 一座破络的宫殿内 一只红色的老猫 嘴巴里面咬着一盏不明不暗的油灯 在无边黑暗中沿着空黄灯光慢慢前行 一个小男孩趴在他背上睡得正香 当那只老猫驮着小男孩来到那一片 还有着光亮的宫殿前的时候 一头恐怖如地狱魔王般的巨兽从天而降 落在了广场前 一双仿佛黑洞般的眼睛盯着那老猫怒道 九命 你竟然还赶回来 看来你已经有了用生命赎罪的觉悟了 那就让本王了结了你的罪灭了 说着那句兽张开了大嘴 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要被他吞入大嘴之中 他的命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死也不能洗去他的罪灭 我要把他打入无边轮回之中 让他永生永世受无尽的折磨 如此才能洗去他的罪灭 一个赤红色的雄状兽影 自黑暗中走了出来 你们都错了 他的命不属于任何人 我会把他分裂成一千条一万条生灵 一天杀一个 每天用不同的 方法杀死他 让他每天都要承受无边的痛苦 恶鬼一般的声音自宫殿的顶端传来 只见一只怪鸟立在宫殿之顶 一双厉鬼般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老猫 没有什么乐趣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慢慢地杀死他 一万个日日夜夜都只杀他一个 却让他永远也死不了 那才能解消去我心中之恨的外衣 一个妖魅之急的女人自宫殿中缓缓走 只是看着老猫的眼神却满是恨意 散发着彻骨的冰寒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 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九猫一脸无辜 四个恐怖的魔王齐声咆哮 仿佛整个黑暗世界都要被他们的愤怒撕裂 你还敢说我们是朋友 如果不是你 我们怎么会承受如此多的痛苦与悔恨 圣地又怎么会沦落成如此模样 我恨不能把你支皮饮你的血 四个魔王般的生物 发出最恶毒的诅咒 同时已经把老猫围了起来 老朋友们 不要那么紧张嘛 我这不是来救你们了吗 老猫面对愤怒的恐怖生物 脸上却依然是那笑眯眯的表情 救了 你凭什么 女人不屑地撇了撇子 就凭她 老猫不给其他三个魔王说话的机会 就把背上的小花轻轻放了下来 四个魔王一般的生物 目光都落在了熟睡的小花身上 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拿来孝敬我们的食物吗 连塞牙缝都不够 还想让我们饶了你 巨兽冷亨 你要是真的把她吃了 恐怕 圣帝再也无望重见天日 老猫收起了笑容 一脸严肃 她将会成为圣子 令圣帝重回昔日辉煌 令整个世界再次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惧 你开什么玩笑 你躲进庇护所那么多年 藏的脑子坏掉了 女人轻裂的撇子 救命 你以为你的花言巧语还能够骗得了我们吗 那厉鬼一般的怪鸟也是冷 另外两只凶兽也都齐声咆哮 似乎已经忍耐不住要把老猫一口吞下去 你们都是蠢货吗 你们仔细看看她有什么不同 老猫丝毫不惧 指着小花说道 四个恐怖生物的目光不由地再次聚集在小花身上 看了一会儿 那怪鸟突然展开遮天双翼 瞬间到了小花眼前 低下头 一双厉鬼式的眼睛几乎快要贴到小花身上了 眼中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 这怎么可能 怪鸟激动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止 刁媚至极的女人似乎也看出什么 眉目瞪大到了极致 一脸不敢置信 老猫 你到底在她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她身上怎么可能会有圣主的力量气息 白痴 我能做什么手脚 当然是因为她已经练了圣主的功夫 老猫毫不留情的严余 居然还有人能够练成圣主的功法 赤红凶兽死死的盯着熟睡的小花 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 你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身上的力量骗得了人吗 只要你们能够把她养大 等她真正成长 起来 想要让圣地重灵于世又有何难 老猫撇着嘴 四个魔王式的生物 早已经把刚才所说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于刚才他们还恨不能杀之而后快的老猫完全不理会 四个家伙一人守着一个方向 把熟睡的小花围在中间 眼睛眨也不眨了盯着小花 像是在看什么绝世珍宝一般 女色 女士一士她 别让九命那个混蛋又把我们给骗了 怪鸟看现那妖妹的女人 对 一定要看清楚 两只凶兽也叫道 女人点点头 伸出一根手指 向着小花的身上黄缓点去 那指尖上面还带着一点粉红的光 女人的手指还没有碰到小花的身体 突然只见一道白色的剑光 自小花身上凭空而出 把女人手指上的粉红光焰割灭 竟然是真的 不等女人说什么 其他三个凶兽都已经兴奋地咆哮出声 女人手掌微动 小花的身体顿时飘浮了起来 缓缓落在了女人怀里 女人虔诚地抱着小花 手掌都在颤抖着 圣子回来了 我们终于又有希望了 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在无边的夜色之中回答 被老猫拐走的笑花 居然成了圣帝的圣子 此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圣子他爸的韩森 正在乔家别墅内 接受着乔的质问 这是你女儿 是啊 我这些天出去 就是为了去接她过来 韩森连忙扯到 来了就来了 不过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 先让阿姨帮忙看一下 我们出任务 乔起身说道 不用不用 我带着宝一起去就行 宝从小就跟着我习惯了 没有问题的 韩森连忙摆手 哪里敢把宝留在家里 一眼看不到 恐怕宝都能把家给拆了 你怎么当父亲呢 让这么小的孩子跟着你一起去冒险 这真是你女儿吗 乔文艳皱眉 韩森苦笑 说实话 我也不想带着宝去冒险 不过把他留在家里我实在不放心 还是带上他吧 不会有事的 乔和蓝色虽然有些不能接受韩森的这种说法 不过韩森却一定要坚持带着宝一起去 乔也只能游等韩森 蓝色还要去上班 而且他不是魔术师战队的一员 这次去的只有乔和韩森 再加上宝 勉强算是三个人 我们不会要做这个曲 韩森看着乔推了一辆摩托车出来 有些郁闷地说道 乔把一个头盔丢给韩森 直接骑了上去 你知道我的车子上次坏掉了 为这一种的尸体只卖了七千多块 除去最近一段时间的花销 剩下的钱只购买这个二手摩托车了 想要钱的话 就给我好好 工作 多杀几只一种 韩森把头盔给绑带上 坐上了摩托车 乔一加油门 摩托车顿时飞驰了出去 很快到了目的地 可以却看到前面出现了车队和飞行器 上面很明显可以看到黑金集团的标志 乔不游地低声暗骂了一句阴魂不散 却也没有停下来 一直骑到了车队前面 实在没有路 才不得不停了下来哈德曼 丽娜 克里斯走了过来 哈德曼脸上满是笑意 和乔打了一个招呼 也不等乔说话 就笑眯眯地对韩森说道 韩森 好久不见 最近有没有空 约个时间喝点东西聊聊怎么样 哈总 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 你也太猖狂了点吧 瞧一脸嘲弄 我这也是求财若可 韩森 今天有没有时间 不如我们现在找个地方聊聊 哈德曼一点也不生气 他也是没办法 三少爷马上就要回来了 要是半步成事 奈克比他赔几个笑脸 或者丢点脸面要惨得多 抱歉哈总 我们还要去猎杀一种 恐怕没有什么时间 韩森语气平淡地拒绝哈总 听到没有 麻烦请您的人让一让 乔说文言也是调侃到 哈德曼却没有让手下的人让开 反而摇头 如果你们想要去黑河那边猎杀一种的话 那就不用去了 怎么 黑河被你们黑金集团包下来 其他战队都不能去猎杀一种 乔舟梅 哈德曼摆了摆手 我们黑金集团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们也 没能过去 什么意思 乔有些愕然 旁边丽娜解释 是圣天堂的人在里面办事 听到圣天堂这三个字 乔顿是变了颜色 有些不相信地看向哈德曼 圣天堂的人 他们怎么会来这里 这种小异种他们也会感兴趣 古大人也走了出来 你也是来猎杀一种的吧 这次没戏了 真是倒霉 也不知道圣天堂的人 怎么会看中了这么一个小异种 还一次来了两个 听虎大人都这么说 乔也意识到 哈德曼他们果然没有说话 恐怕真是圣天堂的人来了黑河 什么圣天堂 另外一个大集团吗 韩森疑惑地问道 他在网上并没有看到过 这么一个大集团 乔丫地的声音对韩森解释道 圣天堂其实就是指的羽族 那是上等种族 与我们凯特人不同 羽族是天生的贵族 他们族人没有例外 都会完成二次进化 族中强者如云 他们打下了一座大型 一种空间作为种族大本营 称那里为圣天堂 外人也都这么称呼他们 凯特星只能算是圣天堂 下面一个小小的附庸星球 韩森微微皱眉 羽族他以前就见过一个 只不过已经算是脑残儿童 就算如此也已经非常可怕 几个人正在说话 忽然看到车队前面一阵骚动 众人转头看过去 顿时看到天空中 有一男一女两个天使一般的鸟人 飞了过来 随后对着他们指点了几下 是一几人跟着他们 走 选了几个人 被点到的哈德曼脸色微变 不过立刻换上了笑脸 不知道我们有什么 能够帮上两位大人的 两位大人尽管说 我们黑金集团 一定会尽力协助两位大人 男羽族冷哼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让你们来就来 大人 要不要多带些人 哈德曼不敢正面顶撞那两个羽族 只好陪下 男羽族手中的金色骑士枪一挥 一道金芒划过 顿时把一辆装甲车 直接切成了两半 随后冷喝 我不喜欢把说过的话 重复第二遍 哈德曼脸色一会儿清一会儿白 不过还是只能忍着 对丽娜吩咐了几句 咬牙叫上克里斯和虎大人 一起向那羽族走了过去 韩森对乔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很快就回去 说完就跟在虎大人身边 一起走了过去 看那两个羽族的模样 自己不去肯定不行 不过韩森也不怎么担心 自己拥有穿梭庇护所能力 遇到危险 大不了回到庇护所内地一地就是 不过迫不得已 也不愿意与羽族翻脸 毕竟羽族是大 根本没有与羽族抗衡的资本 两个羽族也不管他们 自顾自的在前面飞 韩森四个人就在后面跟着他们跑 一直跑了十几公里 来到了一条黑色的大河边 那两个羽族终于停了下来 落在了大河旁边的一块石头上面 两位大人 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协助两位大人 哈德曼大口大口喘着气 不过还是陪笑着 上前 你们四个从这里下河 顺着河往下游过去 男羽族脸上竟是傲慢之色 此话一出 哈德曼四个人都是脸色一变 现在用脚后分享 都知道这两个羽族想要干什么 肯定是那边一种躲在河里面不肯出来 这两个羽族又不善水战 奈何不了水中的一种 才会把他们叫过来 想让他们当幼儿 把一种从水里面引出来 羽族未逼出一种 让哈德曼等人下河 哈德曼心中大骂两个羽族不是东西 可是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两位大人 想要引一种出来的话 我们飞京集团的士兵很多 多叫些人过来 一定能够把他引出来 不过不等他说完 男羽族冷冷地盯着哈德曼 手中的金色长枪缓缓举起对准了哈德曼 看他的样子 恐怕只要哈德曼再说一句废话 就会直接把哈德曼宰 哈德曼一咬牙 看了看身边的克里斯和虎大人 才慢吞吞地向着河边走去 克里斯和虎大人相是哭笑 也只能跟着哈德曼一起下河 心中却都在暗骂 我说下河 你没有听到吗 男羽族见韩森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并没有要下河的意思 盯着他冷喝 算了 他带着孩子 就别让他下去了 女羽族有些不仁劝你 男羽族听了女羽族的话 却并不为所动 扬起骑士枪指着韩森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 韩森依然没有动 只是看着大石上的男羽族 他虽然有保命的能力 可是真要下了河 根本不知道河里的一种什么时候出来 也不知道那一种是什么等级 有什么样的手段 万一一种在水下突然袭击 一击就给自己了了 到时候再强的保命手段也没用了 所以韩森不敢下去冒险 男羽族眼见有人居然敢违抗自己 眼中闪布一道杀鸡 就要挥动手里的金色骑士枪 韩森手中暗子 扣住了膝脚匕手 宁愿正面干翻这个羽族 也不能让自己的生命 置于无法掌控的地步 可就在刚要动手时 却突然听到黑河之中 传来哗啦的响声 随后就听到一声鼓子 两个羽族的目光立刻转向了河面 韩森也同样踏了过去 可见下河之后 已经游到了河中心 正在向着下游飘的哈德曼三个人 有两个人身上被触手一般的东西缠着 正在往河里面拖 只有虎大人手中的基因武装大刀横斩 把一条触手展开 虽然没有能够斩断 却也在触手上面留下了一道伤口 另那触手缩了回去 五大人也因此没有被那东西缠住 哈德曼和克里斯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 就直接被拉到了 根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基因战甲的力量在那触手面前显得太弱 忽然看到空中一道金色的神变飞 一只黄金箭尺划破了虚拳 直接把一条触手刺穿 下一秒 那个男羽族的身形如电而至 一枪砸在河面之上 河水顿时向两边分开 形成了一个十几里宽的沟壳 韩森顿时看到一只章鱼式的怪物 裸露在沟壳之中 半个身体还在下面的水里 十几里长的触手挥舞 其中两条触手正卷着哈德曼和克里斯 男羽族手中骑士枪凌空向着一种的头颅刺去 一种顿时鼓动起了一道道触手 卷向了骑士枪和男羽族 只见远处一道道黄金箭尺飞过 一只剑定着 触手 射中了所有卷向男羽族的触手 令他们完全阻挡不了男羽族的身形 一条蓝水晶般的触手突然从一种身下出现 挡住了男羽族手中的黄金骑士枪 强大的力量令男羽族的身形 都向空中倒退出了树米 蓝水晶触手再次向着男羽族猛抽过去 一道金光自天空落下 黄金铸旧的羽剑射中了蓝水晶触手 这只黄金羽剑与刚才的那些羽剑十分不同 带着一股奇异的力量 如同钻头似的 在那蓝水晶触手上面疯狂地旋转 硬生生钻进去了半截 趁着蓝水晶触手一顿的时间 男羽族闪身到了一种头颅之前 黄金骑士枪如龙而出 瞬间贯穿了那只一种头颅 随后猛力一条 顿时把一种巨大的身体挑了起来 摔向了黑河岸边 把河岸都给砸出了一个大坑 那怪物挣扎了几下 便没了气息 只是哈德曼和克里斯也完蛋了 被一种的触手一直缠着 在挣扎扭动之中 把他们的基因战甲连骨头一起都给缠断了 身体扭曲得不成样子 见惯了生死的韩森 也不由地微微皱眉 武大人逃过了一劫 从何理由上来 看到哈德曼和克里斯的尸体 脸色也很难看 女羽族落在了一种的尸体前 拔出腰间的刀子 去跟一种的那条蓝水晶般的处处 男羽族却来到了韩森面前 冷冷地盯着韩森问道 我刚才让你下水 你没有听到吗 韩森看着男羽族 沉默不语 武大人连忙打圆场 大人 他不是故意违抗您的命令 只是因为有孩子在 所以他才不敢下水 怕伤了孩子 是吗 男羽族冷冷说了一句 忽然间把枪就刺向 趴在韩森肩膀上的宝 同时一脸冷酷 那我就娇将你 怎么做一个下足 让你以后不必再犹豫 韩森心中顿时大怒 身形闪动之间 膝脚匕首 斩在了那黄金骑士枪的枪尖之上 匕首与骑士枪相撞 蹦发出火花 韩森和男羽族 各自后退了树部 男羽族脸色一变 胡大人和女羽族脸上 则露出惊讶之似 韩森身上穿着基因战甲 分明就是一个普通人 不可能是贵族 可是他的力量 竟然能够与男羽族 抗衡不落下风 这实在有些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你我无冤无仇 何必苦苦相逼 韩森握着膝脚匕首 神色平静 男羽族却是冷哼一声 原来是仗着有点能力 就敢违背我羽族的命令 今日若不杀你 我羽族以后 如何能够统一万千下族 说着男羽族枪掌的精盲大作 枪是残暴地 向着韩森杀了过去 显然这一次 他已经用尽了全力 铁了心要置韩森于死地 韩森目光平静 经过上一击之后 他心中已然有数 虽然他没有凝聚出基因武装 但是一种化对于身体的提升 足以让他与男羽族抗衡 他现在的肉体力量 完全不逊色于内的男羽族 眼看着男羽族的枪 就要刺到韩森的胸膛 之上 韩森突然斜着一步踏出 不可思议地躲开了那一枪的同时 还栖身来到了男羽族的近处 手中犀牛匕首滑向了他的脖子 男羽族惊骇诺明 发现自己已无力去挡韩森的匕首 正当他以为自己快要没命时 一只黄心一见飞涩 只取韩森的头颅 想要逼退韩森 可韩森手中的匕首不停 脑袋微微后退 张口咬住 匕首直接切开了男羽族的喉咙 韩森血管内的筋血融化 如同岩浆一般奔腾 令他的血管都似毒蛇一般扭曲着 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匕首硬生生把男羽族的紧箍斩断 一颗脑袋飞上了半空 武大人和女羽族都是一脸的惊骇之色 谁也不敢相信 一个只有基因战甲的普通人 竟然在两个羽族男爵的夹击之下 一刀就砍下了一个羽族男爵的脑袋 太干脆利落了 武大人张大了嘴巴 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韩森一刀砍下羽族男爵的脑袋 女羽族反应过来 顿时间叫出声 你竟然敢杀羽族 说着拔剑对着韩森就射 一刀刀黄金剑使如同暴雨一般向着韩森射了过来 韩森咬着黄金羽剑 双目四垫准 身形左摇右摆 闪过了一刀刀黄金羽剑的同时 握着匕首飞快地向着那个女羽族靠近 眼中满是杀鸡 既然已经下了杀手 就绝对不能留下活口 否则被羽族知道 别说是凯特星 恐怕这附近星域都不会再有她的容身之所 女羽族对自己剑法很自信 可是暴雨般的黄金剑使 却没有一只能够射中韩森 韩森的身形如蛇一般快速前进 让女羽族对她的行为判断完全失去了水准 每一剑都射向了空处 判断全部错误 眼看着韩森距离她已经不足十米 女羽族咬牙拍打着双翼飞上天空 想要借着飞行能力摆脱韩森 韩森握着匕首一步腾空而起 女羽族剑撞双翼猛拍打 一边向着天空飞行 一边再次疯狂射出羽箭 男羽旗的力量 还不足以摆脱星球力量的束缚飞行 羽族也只是先天优势 才能够在男羽旗的时候 借助双翼在天空中任意飞行 韩森现在腾空追击她 在女羽族看来 这根本就是找死 可是剑羽射向韩森之时 却见韩森的身体如同一只怪女一般 在空中左滚右飞 划出一道道诡异的弧线 一次次不可思议地借力上升 硬生生 从剑羽之中穿了过去 瞬间杀到了女羽族的面前 女羽族恼目交加 拔出腰间的长刀去挡韩森的匕首 长刀与匕首交击 女羽族却只感觉一股距离起来 手中的长刀竟然把握不住被枕飞了出去 而韩森的匕首没有任何停顿 直接割向了她的脖子 韩森握着匕首的手臂已经化为了赤红之色 上面突出的血管变得晶莹剔透 内中的血液几乎沸腾 化为无穷的怪力 灌入匕首之中 匕首斩在女羽族的脖子之上 却突然看到一点金光 从她的脖子上面散发出来 硬生生挡住了韩森这狂暴的一击 韩森微微皱眉 只见女羽族的脖子上 一条金色的羽毛吊坠自动飞了起来 悬在女羽族的胸前 散发着金色光韵 挡下韩森那一击的 正是金色羽毛吊坠 女羽族仪仗着有那片金色羽毛吊坠护体 只攻不守 手中刀向着韩森连斩下去 金色刀光连绵不绝 支撑了一张金色的刀网 虽然同是男爵级 女羽族的技法和能力显然比虎 大人这样的男爵要强很多 看起来基因大宇宙之中 还是有高深的技法 只是一般人接触到的比较少 不过这种程度的技法 在韩森看来依然不算什么 韩森仍在空中 凤凰飞天立即施展开了 比真正的鸟类还要灵活 与女羽族在天空中大战 天生擅长飞行的羽族 在灵活程度上竟然还落了下方 膝脚匕首一次次地击中女羽族 可是却始终没有能够防开金色羽毛的防御 女羽族见状手中的当时更加猛烈 可是却一直碰不到韩森 情急之下想要拉开距离射箭 却被韩森死死地追逐着 根本拉不开距离 韩森目光如冰 并没有因为破不到金色羽毛的防御而慌乱 全身的血液已经如同岩浆一般沸腾了起来 涌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令韩森整个人都如同一头人形怪物般 身形越来越快 手中的匕首也挥舞得越来越猛烈 一刀不行就石刀 石刀不行就百刀 韩森身体中血液翻过 手中膝脚匕首挥得越来越快 连撞击产生的声音也连成了一线 根本分辨不出中间的间隔 女语族有些慌了神 拍打着羽翼想要摆脱韩森 可是韩森在空中比他更灵活比他更快 他怎么也摆脱不掉 脸色越来越难看 只听咔嚓一声 在韩森连续不断的攻击之下 那金色羽毛之上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金色光照顿时弱了几分 韩森眼中寒光一闪 血管纠结的手臂爆发出无可比拟的怪物 膝脚匕首再次狠狠地斩在了金色光照之上 只听哗啦一声 金色光照硬生生被斩碎 像是破碎的钢化玻璃一般 金光化为点点碎片掉落 那片金色羽毛也随之崩溃碎粒 吊坠散落 女语族惊骇欲绝 韩森手中的匕首却已经如同闪电般斩向了她的脖子 女语族双翼狂震 身形在空中不断地变化 想要躲开韩森这一击 可是那一刀却像是冥冥之中早有注定一般 最终还是切开了她的咽喉 把她的脖子展开了一半 古大人早已经看呆了 一个只有基因战甲的普通生物 竟然蛮横地斩杀了两个羽族男爵 这完全颠覆了她的世界观 现在她看韩森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头史前怪物一般 韩森握着匕首 目光却还是盯着那个女语族 那个女语族被展开的半个脖子 竟然在转眼间就自动愈合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语族一种 韩森微微皱美 语族的整体进化程度很高 是上等种族 天生的贵族 不过他们也一样会有两个进化方向 进化出基因武装或者成为语族 那个男语族 明显就是进化出基因武装的语族 而这个女语族 和韩森之前在庇护所内斩杀的语族一样 都是一种化的语族 也只有这种语族 身体 那才会有一种基因 看到这个女语族一种 韩森倒也算是知道了一件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一种都会神志不清之之杀戮 女语族眼中闪过一道血光 雪白双翼突然间化为了金色 一鼓也凸了出来 形成了可怕的鼓刺 由原本圣洁的天使 化为了精力尼妖 嘴中发出凶利的尖叫 向着韩森扑了过去 也许是因为使用了一种基因力量的关系 女语族的力量和速度都大幅度提升 韩森也不躲闪 血液狂暴地涌动 匕首直接斩向女语族的头颅 而女语族的手掌一把抓住膝脚匕首 膝脚匕首竟然没有能够把她的手掌切断 女语族另一只手抓住了韩森的另一条手臂 金色如钩的指甲刺穿了基因战截 同时长满了骨刺的金色双翼合拢 要把韩森的身体包裹在里面 双翼上的金色骨刺纵横交错 要是合拢起来 简直就像是一只长满了獠牙的大子 只怕身体一瞬间就会被刺成马蜂窝 韩森的双手都被女语族扣着 现在在想夺已经来不及了 顿时整个人都被包裹在了双翼之中 完了 胡大人暗叫不妙 可是下一秒 却突然听到咔嚓声不绝于耳 随后只见那女语族怪叫着飞退 扭曲的面容已经被展开一挡 金色双翼上的骨刺也被斩断了不知道多少根 韩森身在空中 基因战甲上面有很多被骨刺穿透的窟窿 可是里面并没有鲜血流出 韩森身形如凤凰般飞天而至 再次冲向了女语族 女语族在使用了一种基因之后 双目一片血红 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神智 被展开的头颅飞速恢复 那些断掉的骨刺也再次生长了出来 力叫一声凌空迎向韩森 只是这一次韩森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 身形闪动之间 匕首一次次划过女语族的身体 基因战甲之下扭曲的血污 和内中奔腾的热血 释放出了难以想象的怪力 韩森一手抓着女语族的头颅 一刀斩下了她的一片精力 又一刀把另一片精力也斩下来 女语族一口咬向韩森的手臂 韩森手臂之上暴力涌动 膝脚匕手硬生生直接把她的脑袋割了下来 失去了脑袋的身体 依然扑向了韩森 脑袋也张着血盆大索 再次咬向了韩森手臂 韩森全身的血液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带着强大的力量 一刀刀把一种化的女语族身体之急 终于才将其斩杀 系统提示 猎杀男爵疾一种 获得金鱼女妖一种兽魂 发现一种基因 听到有一种基因 韩森心中一喜 随后连忙看向女语族的尸体 只见上面露出一段金色的骨头 韩森伸手取下 那段骨头被取出来之后 女语族的残体顿时发生了变化 原本已经化为金色的羽翼 又恢复了白色 指甲和獠牙也都恢复 韩森 你闯大火 杀了他们 语族不会放过你 古大人上前一脸担忧 韩森却是一脸平淡 谁说是我杀了他们 我们协助两位羽族大人 前来猎杀一种 结果却有一个不知名的外族 从天而降 杀了两个羽族 抢了一种材料后扬长而去 我们两个和哈德曼 他们一起舍身引诱一种 被一种击落河堤侥幸逃过一劫 古大人听得一愣一愣 半嗓才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这样能行吗 你能杀得了两个羽族吗 韩森看着古大人问道 古大人连忙摇头 那肯定不行 差得太远了 你不行 我一个只有基因战甲的普通人 就更不行了 韩森一脸平淡 古大人顿时明白过来 韩森说的没错 在外人看来 他们根本没有杀死 两个羽族的可能性 谁也不会想到 韩森一个只有基因战甲的普通人 竟然能够爆发出 那般恐怖的战斗力 把一个贵族羽族 和一个一种羽族全部斩杀 就算是亲眼看到 这一切的虎大人 到现在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见他还愣在原地 韩森示意他先到河里面游一圈 再回去找人向羽族报告 韩森说着 就抓起那一段蓝水晶般的触手 随后率先跳入了黑河之中 古大人犹豫了一下 也跳了进去 跟着韩森一起下河 韩森也不怕古大人事后去告发他 大不了躲回并不损就是了 如果现场只剩下自己一个活人 反而可能会引起羽族的怀疑 有两个活的 就比较容易让羽族相信自己的口部 韩森顺流直下 在下游找了个地方 藏好那段蓝水晶触手 这才和虎大人一起回来 随后让虎大人联系了 飞晶集团的高层 高层对此非常重视 立刻就与羽族取得了联系 乔并没有离开 还在等着韩森 见韩森没事回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离开这里之后 韩森自己又绕了回来 把蓝水晶触手取了出来 再使用空间穿梭的能力 把蓝水晶触手和那一段羽族骨头 都送入了庇库所之内 就算羽族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再找到他们 韩森回到乔家里之后 才有时间去看 刚刚得到的一种兽魂 男爵及一种兽魂 精英女妖弓形 可惜手里面没有箭矢 只是一把弓也没有用 第二天 飞晶集团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让韩森去一趟飞晶集团 羽族的人已经到了西德兰城 目前就在飞晶集团 韩森指的去飞晶集团 见了那个羽族 在一个审讯室室的房间内 韩森见到了那个羽族 不经心中一灵 他身上散发出的生命契机 绝对不是自己斩杀的 女羽族能够比拟的 大人 不知道叫我来有什么吩咐 韩森貌似恭敬地说道 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 不许有任何一愣 女羽族打量了韩森几眼才开口 因为看到韩森身上穿着基因战甲 对于韩森的怀疑 就直接降低了很多 他并不认为一个 只有基因战甲的普通人 能够威胁到两个羽族男爵 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个一种 韩森早已经和虎大人仔细研究 过口供问题 就把准备好的说辞说了一遍 女羽族并没有听出什么破绽 再加上他本来就已经认定 韩森和虎大人 没有威胁两个羽族的能力 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怀疑 最近一段时间不许离开西格兰城 我有问题随时会找你 如果你想到了什么 也可以来找我 如果能够提供有用的消息 自然会有重赏 女羽族挥挥手 示意韩森可以离开了 韩森经历过的大风大浪太多了 这一点小风小浪 根本不足以让他紧张 很是轻松地离开了飞精集团 独狼 你怎么看 韩森走后 女羽族皱眉说了一句 一个长着狼头的人走了进来 一脸恭敬 西娜小姐 西格兰城只是一个小地方 这里最强的势力 也就飞精集团的狩猎部队 拥有两个贵族男爵 我已经看过那两个贵族 他们差得太远 根本不可能杀死两位羽族男爵 更何况其中一位还是羽族一主 独狼顿了顿继续说道 至于那个什么人类 就更不可能了 一个基因战甲的普通生物 随手可杀之 所以我想 他们的死 会不会和那件东西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说明那件东西很可能真的在这里 我们需要趁早行动才好 西娜却不以为意 那只是一个传言 谁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东西的具体位置 想找也找不到 独狼确实不这样认为 如果真在这里的话 出事之时必定会有异想 我们等在这里 只要比其他人更早一步 总会有些收获 西娜微微点头 眼中闪过杀鸡 黑河的事 你还是继续去查 无论是谁干的 都要把凶手找出来 我们羽族的人不能白死 两天后 蓝色来到乔家 乔 最近你们要注意一点 最好不要去外面活动 蓝色一进来就急急地对乔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 乔抬起 头看向蓝色 疑惑地问道 韩森和宝也一起看向蓝色 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 最近西格兰城来了很多陌生外族 而且看起来都不是一帮外族 恐怕有什么麻烦事情要发生的 蓝色将情况说了一下 看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 我就奇怪 那两个羽族怎么会来西德兰城这种小地方 还想我们的一种 而且竟然还被杀了 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果然有事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乔好奇问道 蓝色摇了摇头 无论什么事 那都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 我们上级已经下达了命令 千万不可能招惹那些外族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到时候我们安全局恐怕也无能为力 所以你们还是先老是在家里待着吧 乔吴文言也没在意 韩森现在不能出城 就算我们想干什么也没有机会 蓝色在叮嘱完桥后 便赶回警察局 看着蓝色离开 蓝色暗自思索 看来西德兰城确实出了事情 才会引来那么多的外族来到这里 可惜我在这里完全没有情报网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否则说不定还能够趁机捞些好处 眼下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趁着夜里没人 韩森传送回到了庇护所 把那条蓝水晶触手融化了制作烧烤 那一条触手有好几百斤重 韩森自己一个人吃不完 索性叫来的家人一起分享 小天使 金毛 邪情地他们吃了以后 身上都涌出了一样的气息 基因因已有了蜕变的记性 韩玉飞吃了一块 差点控制不住就要凝聚基因战甲 好险最后时刻被压制了下来 不然就要被传送出庇护所 这玩意儿对于没有凝聚基因战甲的人真是大捕啊 看来以后需要多弄些鬼 可以快速让小天使他们成长起来 回头把他们都带去凯克兴 韩森自己也吃了一些烧烤畜手 不过并没有增加一种基因 韩森决定以后再弄到这种大的一种材料 就拿回来给喂小天使他们 等他们成长起来 万一出个贵族 那就赚大了 韩森特意留了一些烧烤畜手 带入第四庇护所给小盈盈吃 小盈盈吃了之后 差点就直接破碎虚空记录联盟 真是好东西 怎么才能多弄一些呢 韩森心装暗自弹算 那根金色骨头 再煮了一锅 骨头汤 喝下去之后又增加了一点男爵基因 看着时间差不多 韩森再次传送回凯特星 刚想下楼 通讯器却突然响了 看到来电视虎大人 韩森微微有些意外 虎大人最近十分小心谨慎 竟然这么快又主动联系自己 看起来似乎有什么事情 韩森 飞金集团董事长的三公子想要见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武大人顿了顿又说道 他想要邀请你重新加入飞金集团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三少爷看中你 给的价钱肯定不低 我知道 你肯定看不上那点薪酬 不过有飞金集团在背后 有很多事情会方便许多 武大人极力劝说韩森 因为三少爷的脾气他很了解 韩森不肯加入的话 三少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可是武大人知道 韩森同样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连羽族他都是说杀就杀 眼睛都不眨一下 回头三少爷若是把他惹急了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韩森大概也能猜到武大人的想想笑道 我在魔术师战队很好 没有换地方的打算 麻烦你帮我告诉三少爷 如果他想要交朋友的话 最近倒是很有时间 那好吧 我去说说看 武大人暗自鼓笑 这话恐怕搪塞不了三少爷 武大人心情坦特地去见三少爷 把韩森的话 用更加委婉的方式说了一遍 三少爷听了之后出奇的并没有生气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既然他不愿意来飞京 我也不勉强他 交朋友也好 你帮我约他明天见个面吧 武大人没有想到三少爷这次竟然这么好说话 虽然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不过三少爷既然不要撕破脸皮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韩森同意了与三少爷见面 并且把自己和三少爷的事情告诉了乔 让他不必担心 自己不会离开魔术师战队 第二天 一辆非常复古的豪华房车来到了桥的别墅前 韩森上了车 终于见到了这位三少爷 三少爷是很纯正的台特人 黑色的猫尔和 黑色的猫尾 除此之外与人类没有什么差别 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 看起来十分英俊挺拔 在我这里不用拘谨 既然你说是交朋友 那就当我是朋友吧 三少爷笑道 在前面开车的普大人 对于三少爷这样的态度感到非常吃惊 就算是对一般的贵族 三少爷也不会这样客气的说话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韩森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三少爷倒了一杯酒给韩森 既然是朋友 那我也就不说那些没用的废话了 我请你来 其实是希望能够请你做我的教练 三少爷直奔主题 飞经集团高手如云 步伐自绝集的强者 我只是一个基因战甲的普通人 三少爷这话说笑 韩森有些不解的回答 三少爷脸色有些不愿 韩森 我把你当朋友 你那些应付人的话就不要对我说了 我看得出来你有本事 只要你肯教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只要我做得到 绝对不会说得不辞 不知道你想学什么 韩森沉溺一下问道 一切 你能够教的东西我都想学 三少爷目光灼灼地盯着韩森 韩森看了看三少爷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最近我确实有空闲 回头再安排吧 韩森说着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外面 皱眉问道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地方 西城外的无底洞 三少爷笑了笑 羽族的人恕不让我离开西德兰城 韩森耸耸耸肩 那里也算是西德兰城的范围 你并没有离开 而且有我在 就算离开了西德兰城 西娜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三少爷一脸自信 房车开到西校外就停了下来 堪比重卡的房车 停在马路上 车身却在摇晃着 好像有一股力量拉扯着车身 向着西边摇晃 三少爷和韩森他们都从车上下来 五大人提醒道 车只能开到这个 再往前的话 就算是几吨重的铁块 也会被一点点吸入那个无底洞之中 走吧 趁着天黑之前 我们先去见识见识那个无底洞 三少爷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和韩森一起向着无底洞的方向而去 除了韩森和虎大人之外 还有两个凯特人一左一右地跟在三少爷身后 几乎是寸步不离 关他们的气息 明显是贵族级的高手 红样是男爵级 不过比虎大人肯定要强不少 不过韩森并不在意那两个贵族高手 在韩森看来 三少爷本人才是真正的大高手 无论能力还是实力 都远远胜过两个贵族高手 韩森被三少爷带到一处矿场 知道这就是最近引得大量外族到凯特新的罪魁过手 看着无底洞 韩森正想从三少爷嘴里套出点什么识 一个声音从故远处传来 希娜带着一个儿狼头人走过来 向三少爷打了声招 希娜小姐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 您对这个无底洞也有兴趣吗 三少爷眯起眼睛看着希娜问道 希娜神色淡漠 是有点兴趣 没想到三少爷会有兴趣 不知道三少爷有没有什么发现 三少爷微微摇头 我们黑金集团之前也派人来调查过 并且损失不小 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希娜面无表情 那真是可惜了 说罢也就不再理会三少爷 带着独狼沿着无底洞的边缘前行 似乎是在观察无底洞里面的情况 韩森心中暗自猜测三少爷和希娜的关系 三少爷是一个纯正的抬特人 按照道理来说 身份应该比希内敌很多 可是听两人的对话 三少爷虽然对希娜还是很恭敬 不过希娜似乎对于三少爷也有些顾忌 不似对一般凯特人那般 直接当成下族对待 爸爸 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韩森正在思索之时 却听到趴在他肩膀上面的宝突然开门 听宝这么一说 三少爷他们也都是一愣 就连已经走远的希娜和独狼 身体都顿了顿 目光不约而同地往下望去 只见下面黑乎乎看不到的 哪里能够看到东西 韩森 宝的脑袋下面有可怕的怪物 小孩子不要乱看 否则会被怪物抓去吃掉 三少爷他们都只当宝小孩子眼花 而且他们也不认为一个小孩子 能够比他们看得更远 所以并没有真的放在心上 韩森掩饰过后 心里面却是暗自于果 不知道宝看到了什么 他自然清楚了 宝不是一般的小孩子 而且他也不可能会眼花 现在只想尽快和三少爷他们分开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问宝到底看到了什么 不过三少爷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一直在无底洞旁边等到了报道 才带着韩森和虎大人离开了无底洞 不过他也没有回西格兰城 只是回到了房车所在的位置 上了房车之后笑着对韩森说道 无底洞我们看过 再听一听那传说中的鬼气之声吧 韩森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表示无所谓 很快夜色降临 四周寂静地可怕 连鸟兽虫鸣的声音都听不到 偶尔一阵风吹过 树叶发出花花的声音 好似有无数双小手在拍掌室 一直到了紫夜之时 忽然听到有乌叶的哭泣声 从无底洞的方向传来 听起来像是一个女人在哭泣 可是仔细去听 又感觉有些听不清楚 十分的古怪 三少爷和韩森他们下了车 望向无底洞所在的方位 只见那边隐隐有紫色霞光 从山脉间透出 好似有一颗紫色的夜明珠 在下面发光是 光亮有些朦胧虚幻 在夜色之下看得并不真切 伴随着那乌叶的哭泣之声 朦胧的紫霞如烟一般上升 升到一定高度之后 就在夜空中消灭不见 十分的鬼魅 韩森仔细看流动的紫霞 明明好像看到紫霞所勾勒出的轮廓 像是一朵莲花的形状 那些流逝的紫霞 就好像是一片片凋谢的花板 竟然有这般异性 不知道无底洞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看起来似乎不是凡物 韩森 不过终究是没有赶在黑夜的时候去探无底洞 等到了快要天亮之时 哭泣之声和紫霞都消失之后 就带着韩森他们回了西德兰城 与此同时 无底洞附近的一片山林中 独狼一脸兴奋 小姐 看来那个传言是真的 那件东西竟然真的在这里 趁着那些老家伙都没有来之前 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得到那件东西 吸那皱眉 东西在这里没有错 可是下面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也许会有可怕的东西守护它 只凭我们两个人 未必就能得手 不如让那些家伙先下去探探路 反正都是些无用的小角色 不可能拿到那件东西 独狼一脸阴险 也好 这件事必须要快 一定要再赶在那些老家伙之前把东西拿回来 吸那点点头 我这就把消息散播出去 那些贪婪的像是野狗一样的家伙 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独狼说着便率先离开 自从那天从西校外回 就没有人再来找韩森 就连虎大人和三少爷也没有了影子 三少爷说要请他当教练的事也就此没了音讯 韩森回来后问宝在无底洞那里看到了什么 宝说是看到了一只眼睛 但是说不清楚看到了什么东西的眼睛 韩森心中暗里 无论是什么眼睛 那都说明下面肯定有活物 不过眼下情况不清 自己也是先提升实力为主 再次运转动玄晶 这次却有一股奇异的力量随着动玄气息而行 四肢百脉巨是筋骨齐鸣 细胞随之蜕变 自有神秘物质自其中渗出 韩森已经有过两次经验 早已经淡定如常 一边运转动玄晶一边暗中观察那神秘物质的变化 如同白玉一般的神秘物质成半透明状 很快就覆盖了韩森的全身 形成了一副乳白色的基因战甲 其外形与咒语基因 战甲差异很大 这副乳白色的基因战甲同体如同玉石雕刻而成 看不到一丝拼接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花纹 就似一块天然生成的美意 说不出的质朴花 韩森还要仔细研究 却突然发现乳白色的基因战甲再次扭曲融化 竟然再次变化了起来 二次进化 不会再一种化一次吧 韩森心中微动 已经做好了承受一种化痛苦的准备 可是基因战甲并没有渗入他的身体之内 在韩森身外扭曲变化一阵之后 颜色却由白转飞 重新凝聚为了一件黑色的基因战甲 随后就没有了动静 韩森有些发愣 还未听说过这是个什么情况 连忙探先介绍 韩森 超级D0可进化基因战体 咒语可进化 异血 男爵动旋 男爵未接 男爵 兽元 600 基因战体进化要求 基因100点 看了自己的资料之后 韩森才知道 原来动旋基因战甲已经完成了二次进化 只不过二次进化出的基因武装 依然是一副排解 所以才会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变化 但是男爵的等级 却说明动旋战甲确实是基因武装 而非普通的基因战甲 韩森穿着动旋战甲 运转动旋经 顿时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动旋战甲内产生 大幅度提升了韩森的战力 果然不是基因战甲可以比喻 更加奇异的是 韩森穿上动旋战甲之后 就感觉天地之间的生机 似乎都在向着动旋战甲流淌而来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怎么使用也不会感觉枯竭 虽然还不知道动旋战甲能够爆发出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可是仅仅是这无穷无尽的能源提供 就是十分变态的能力 可以支撑我无休止的战斗 不需要担心力量消耗过度的问题 韩森心中暗自欣喜 恨不能立刻找个人好好干一家 看看动旋 战甲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可惜韩森现在根本找不到对手 想了想 拨打了虎大人的号码 却没有人接听 也不知道是人不在 还是没有时间接听 中午吃饭的时候 乔癌声叹气地说道 如果魔术师战队还是以前的魔术师战队 也许还有机会去无底洞那边碰碰运气 运气好了吧 说不定能够大赚一里 几辈子都不用愁了 听到乔好似对无底洞有所了解 韩森来了兴趣 无底洞那边怎么了 乔把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那个无底洞里面 生长着宇宙基因果实 若是能够摘下一颗的话 肯定能够卖出天价 就算不卖 吃下一颗宇宙基因果实 也能够令基因战甲产生二次进化 成就贵族之身 韩森微微有些吃惊 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不过就算真有这样的好东西 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那么多人下去都是死不见尸 我们去了也是送死 瞧摇摇头 以前但是不知道 现在已经有人研究出来 下面生长的宇宙基因果实 应该是一颗万磁 可能吸附吞噬金属物品 只要不使用金属物品 下去就没有太大的危险 现在好多西格兰城的人 都去了无底洞 所有外族基本上 也都在无底洞那边了 这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韩森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感觉是有人刻意散发出来 不知道 反正现在整个西格兰城都传遍了 有点能力的人都去无底洞 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踩到一颗万磁 瞧说着也有些心动 那些东西不碰也罢 韩森经历过的风浪无数 已经知道这其中 必然有人推波助澜 无底洞下面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这也让韩森 对于无底洞下面的东西 更感兴趣 有人希望大批的人下去 那么说明他们没有把握 能够自己拿到下面的东西 这未尝不是 一个机会 对反正无事可做 韩森找了个借口离开别墅 带着宝向那无底洞的方向而去 到了地方之后 看到无底洞周围竟然围了很多人 简直就像个集市 其中大多数都是凯特人 而且还是普通凯特人 还有少数外子 看起来却不似简单角色 韩森 我就知道你会来 韩森还没有把情况搞清楚 武大人就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把韩森拉到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当中 武大人 这里是什么情况 韩森问道 武大人解释 传说下面有万磁骨 现在有很多不要命的凯特人和外族都下去 想要去摘万磁骨 不过万磁骨没有看到 却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了下面 三少爷应该知道一点事 说是时间未到 一直没有让我们的人下去 你最好也别下去 韩森心中一栋问道 西娜和立的狼头人下去了吗 狼头人下去 西娜还在外面 不知道去了哪里 武大人回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先下去看一看 韩森沉吟了片刻 还是决定先下去看看情况 武大人劝了几句 见韩森执意要下去 也没有再阻拦他 只是让他自己小心 如果发现情况不对 就快点出来 韩森谢过古大人 就来到了无底洞的边缘 却看到那边缘垂下去很多绳索 一看就是高科技材料 一个凯特人见韩森来到无底洞旁边 就笑呵呵的上来推销 只要韩森付一点钱 就可以使用他的绳索攀下去 保证安全什么的 韩森虽然拥有飞行能力 却也不愿意在这里显露 付给了那人一些钱 就顺着他的绳索攀下了无底洞 其他的绳索上 也有不少人在往下攀 韩森一边往下攀一边小声问 保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什么东西 没有 立的大眼睛不见了 保往下面看了看 摇着小脑袋 不见了好 等会儿如果你在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就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好吗 韩森谨慎地叮嘱了保 猜 继续往下面攀 保趴在他背上 不时往无底洞深处张望 不过也没有看出有什么东西 韩森也往下面看了看 飞气气的什么也看不到 千米之下就是无边的黑暗世界 光线到了那里 就好像是被吸走了一般 千米的距离并不算高 韩森不一会儿就已经摊到了千米之下 过了千米那个点之后 顿时发现下面并不像在上面看到的那么黑暗 虽然还是有些暗 可是却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下面虽然依然还是大黑洞 可是四周的岩壁上面 却有不少突出的石阶 像是旋转楼梯似的 一直盘旋着落入大黑洞的身子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 在石阶上面 韩森看到了不少的凯特人和一些外人 除了石阶之外 石壁上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洞 在那些石洞中 似乎有些人影望着 下来的人似乎还真不舍 韩森微微皱眉 目光四下里打亮 并没有看到飞金集团的人 想来和虎大人说的一样 三少爷还没有让人下来 拍了太背上的宝 韩森沿着石阶往下面走 因为有不少人都往下 韩森穿着皱雨战甲倒也不省 可是宝就有些眨眼 除了韩森之外 谁来这种鬼地方也不会带个孩子 我说兄弟 你可真够拼的 来这里竟然还带着孩子 一个走在韩森后面的凯特人嘲笑道 韩森也不吭声 只是继续往下面走 吓了几千米 突然发现下面的石阶一下子断掉了 再往下什么也没有了 下面还是黑漆漆的大洞 好像是地狱深渊入口 韩森往四周看了看 这里也没有人再捶绳索下去 那些凯特人和外族 都往石壁的洞里面钻 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刚才嘲笑韩森的凯特人 也走到了石阶的边缘 往大黑洞下面瞧了瞧 这里已经是石阶的尽头了 听说有人想要用绳子再往下 结果一个也没有爬出来 不过这四周的 石洞 却有往下通的路 不怕死的话可以试一试 你带着孩子来这种地方已经不应该 还是别再冒险 宇宙基因果实在好 也比不上命重要 那凯特人见韩森不打话 镜子向着旁边的石洞走去 不由的摇头 想 沿洞之内四通八达 确实有向下的路 可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走下去 韩森选了一条路往下走 不时可以看到有凯特人和外族 在石洞中静静出出 有往前走 也有往外出的 显然他们还没有找到下去的路 都是在这里乱船而已 找到出路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声 很快人都向着一个方向游了过去 韩森暗自皱眉 不过也只好跟着人潮一起过去 很快就到了一处石窟 在那石窟的镜头 有着两扇高达十几里的石门 已经有很多凯特人和外族都聚集在了石门之前 都有议论纷纷 还有人上前去推石门 结果那石门纹丝不动 根本推不开 韩森没有去看石门 而是目光在人群中打的 突然 韩森看到了一个穿在斗旁的人 缩在人群之中 并不怎么起眼 可是韩森的目光何等犀利 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头领 可还是认出了 那家伙正是跟着西娜的那个狼头人 这家伙果然在这里 韩森心装暗想着 却突然看到狼头人的目光 竟然也向他这边看了过来 正好与他的目光交接在一起 郝敏锐的处决 韩森心中一领 立刻把自己的目光移开 不过他也知道 狼头人已经看到了他 再毒也没有用 毒狼看到韩森 忍不住微微皱眉 不过不等他多想 一个身高超过三米 长着四条手臂 比熊还壮的外族走到了石门 四只手握着一柄大锤 狠狠地对着石门砸了下去 那大锤之上黑光如燕 一看就知道是基因武装 被那怪物般的家伙连续砸了好几锤 只把石门砸得蓬蓬作声 严实不断地碎裂 声势害人之急 见这一招有效 那怪物般的家伙砸得更猛 细有捅大小的锤 一次次轰击在石门之上 连续砸了几十下之后 那石门上面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又砸了几十锤 石门终于承受不住大锤的轰击 一下子四分五裂 全部崩塌了下去 露出石门后面的空间 石洞后面是一个半人工半天然的石穴 石穴中长着一条发着光的金属藤板 在那藤板之上 盛开着莲花一般的金属花 那中间似是连蓬的东西 还在闪烁着奇异的光滑 那就是万丝骨 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 顿时有人向着石穴里面的藤板扑了过去 谁也不甘落后 生怕宝物被别人抢了去 韩森总感觉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留在外面并没有冲进去 只是冷眼观望 那个用大锤砸碎了石门的贵族 最先冲到了金属藤板的旁边 伸手就去抓上面的花朵和连台 韩森原本以为那东西没有那么容易被弄下来 可是谁知道花朵和连台一下子就被贵族扯了下来 看起来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似必贵族一把得手 顿时喜出望外 举起花朵和连台就要往嘴里面塞 还没有等他塞进嘴里 一道刀光就狂逃 一个凯特人贵族一刀斩了过去 令那大汉不得不举起大锤相迎 那石穴之内顿时乱成一团人 来自不同种族的十几位贵族 在里面争抢了起来 一般人也都在一旁观望 希望能够捡到一些好处 韩森目光四下里搜索 发现狼头人依然还在人群之中缩着 并没有冲入石门里面争夺花朵和连台 更加确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那花朵和连台 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万思 正在韩森思索之时 突然一隐听到有轰隆的雷声传来 随后凭空生出一股无可抗拒的吸力 无论是石门内的那些贵族 还是站在外面的普通人 一个个都被吸进了石穴之内 向着无底飞动的方向翻滚 韩森大吃一惊 使尽了力量 却阻止不了自己的身体 向着无底洞内飞去 手指抓到岩石 也只在岩石上面抓出了几道指纹 完全阻止不了身体堕落向无底飞动 尖叫声响成一声 几乎所有生物都被吸入了无底飞动 在犀利的作用下飞快地下坠 韩森身在黑暗中 心神却是冷静到了极点 抱着宝 目光一直不停在四周打亮 很快在下方发现一朵巨大的紫色莲花 紫色莲花还在盛开 可是内中的莲台却已经封了 如同紫玉一般湿润 那恐怖犀利 竟然就是那紫色莲花散发出来 在它周围还有不少金属物品的残害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生物的尸体 还有一些韩森认不出来的其他种族生物 也都被吸在紫莲之上 最可怕的是 那些金属物品和生物被吸在紫莲之上 与紫莲接触的部分都在融化浮漫 似乎被那紫莲消化吸收一般 一个个生物都坠落在了紫莲之上 被牢牢吸住 韩森用尽的力气 也没有办法把脚从莲台上面移开 那个四臂贵族 双手握着大锤 想要用力举起来砸开紫莲的花瓣 但是那大锤也被牢牢地吸在了花瓣之上 连拔都拔不起 一时间所有人都像是粘在了蜘蛛网上的昆虫一般 谁也动弹不得 就算是那些贵族也不例外 韩森知道挣扎已无用 脑子飞快转动 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够逃脱困境 很快韩森就发现 宝并没有受到莲花犀利的影响 他趴在韩森的肩膀上 还是轻轻柔柔的 并没有犀利对他的身体产生拉着力量 宝一双大眼睛正好奇地四下里打亮 对于这堵巨大的莲花和莲台非常感兴趣的模样 万磁骨 这才是真正的万磁骨 韩森正在奇怪为什么宝能动的时候 不远处传来的惊喜的叫声 只见一个贵族正抱着脚下的莲子惊叫 而且看起来他并没有受到犀利的影响 韩森四下里看了看 发现不止是他 还有不少人都没有受到犀利的影响 其中大多都是贵族 奇怪 他们怎么会没有被犀利影响 韩森看了一会儿 忽然眼睛一亮 收起了自己的基因战甲 不再使用基因力量 随后韩森就感觉身体一清 子莲之上产生的那股犀利顿时消失无踪 韩森又恢复了自由之身 果然如此 子莲的犀利是针对基因战甲和基因武装的力量 并非针对生物的身体 韩森活动了一下手脚 目光继续往四下里打亮 很多人也都发现了这个秘密 莲王放弃使用基因战甲 开始去挖脚下的莲子 不过他们不能使用基因战甲的力量 只靠肉体产生的力量 连花瓣都伤不得分毫 哪里能够把莲子给挖出来 有人忍不住又召唤出了基因战甲 结果立刻就被吸得趴在了莲台之上 只好再次解除了基因战甲 那些贵族也是 束手无策 宝物在他们面前 可是谁也没有力量把宝物给挖出来 一个个都非常着急 韩森的目光一直在搜索 却没有看到狼头人的影子 显然他没有被吸进来 韩森又看了看那些金属残骸和尸体 心中不祥的感觉更强烈了 紫莲本身除了犀利之外 似乎并没有危害性 可是那些金属和生物是怎么死 又怎么会在腐烂融化呢 爸爸 那个眼睛又出现了 宝突然在韩森耳边说道 韩森连忙顺着宝手指看过去 可是却没有看到什么 因为小花指的是下面 可是下面有莲台挡着 韩森什么也看不到 心念一动 韩森向着旁边的花瓣上面跳了上去 站在最边缘的花瓣上往下一看 顿时脸色一变 紫莲下面的黑暗之中 正有一双绿森森的大眼睛从黑暗中浮起 放射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芒 仿佛是地狱中的魔鬼一般